23号下午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首次召开 亲自发给委员会的37位委员聘书 总统蔡英文至此时还提到 由于人口老化 许多民众担心退休后的经济问题 因此年金改革是最迫切的议题 并表示改革将注意包括公开透明等四项重点 第一 在制度的设计上 必须要兼顾财务稳健与人民的负担能力 第二 在合理的给付水准之下 要照顾弱势者的经济安全 第三 为了社会团结避免分化 我们要缩小因职业别所产生的差距 不过随后由召集人 陈建仁副总统主持会议时 光是在讨论攸关委员会运作的议事规则上 现场委员争论表决是多数暴力炒成一团 要在散会之前我还是要表达起尊重我的权益 你又在搞世代对立了 不能够只有你可以大声讲话好吗 你再乱讲话不能什么可以世代对立 那凭什么都是你在大声呢 奇怪 其他人又不能大声啊 你代表年轻人吗 对我不能代表年轻人吗 你几岁你几岁 为什么要问我几岁 不可以五十岁还年轻人 你才问我一句话 可以这样吗 不要讲话我告诉你 然后我们讲完 每一条都要表决吗 我一定表决输你嘛 现在连议程都要委员会议审查 你们这么多人棘手不准讨论就不用审查了不是吗 一个国家的会议 总统府的会议 什么民主 我的领袖万岁 比北韩还北韩 三位委员李来希 吴奇良以及黄台生 由于不满意识规则的讨论 频频以表决方式进行 反而离席抗议 原定四点半要结束的会议 一直到五点二十分才结束 将剩下未讨论的议事规则 交由下次处理 虽然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相信我们慢慢的在求同存异的努力当中 能够找到共识 为国家的年轻的发展 能够有找出更好的方案 让能够国家年轻可以永续 下次会议将在六月三十的下午两点半召开 这次会议确定未来每周四都会开会 不过接下来会议能否在重要的主题上取得共识 会议全程全民都能透过网路直播来观看 记者喜顾把号台北市采访报道